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后来看到你 反而开心不少 别着凉了 继续看吧 不用了 骚扰电话 我也该走了 临走之前 可以知道你的性命吗 冯东东 好 我记住了 衣服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过来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你被池袭欺负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上官川雁说的 她和她那个侄女一向不合 让我看看你的伤 我 我没什么 都伤成这样了还说没伤 云总 云总 好久不见呀 好久没来了 听说池袭的脚受伤了就过来看看 云总 你这太客气了 小伤 小伤 你这小丫头 心思还挺多 现在又勾带上云总了 二小姐 我就出来送杯茶 我退下了 站住 云总 我跟你说 昨晚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叔叔今天就娇娇的 我这边没路了 你赶紧走 云总 我和我老公非常恩爱 是吧 前面没路了 你快停下来 谁也别想碰我老公 老公 老公 你没事吧 老婆 你快下来救火 快下来救火 不好意思啊 手滑了 没事吧 没事吧 云苏啊 这可是全国最有名的设计师 给我设计的 怎么样 油腻且浮夸 还行吧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香水味太重 我就喜欢你这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老爷子来了 你们先聊 等你有空了 记得来找我 你一来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为什么这么干 池袭和初学抢了我这么多项目 我不得出口气吗 那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老爷子是我长辈 您要是想教训我 随手欢迎我 哼 小子 上次我和你说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 自从萧儿走后 我们上官家和云家的合作 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了 这次 我拿出来的项目 是很有诚意的 你现在提起上官萧 倒是云淡风情 我知道你还记得那件事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还在一直寻找我的宝贝孙女 上官萧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况且你找上官初夏 你是真心找的 你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讽刺我老爷子几句吗 那倒没有 那你过来干什么 想您了 过来看看 你是来看他的吧 请不吝点赞